小恩今年九岁了 她是小结巴 而且样子长得丑 看起来也有些傻乎乎的 所以村子里每个人都不怎么喜欢她 包括她爹娘也不想要她 小恩很小的时候 好几次她爹都悄悄将她扔在了后山墓地边的草丛里 但每次小恩都以惊人的毅力自己爬回来家里 她爹本来想用手掐死她 但想想总归是自己生下来的 终于还是忍住了没有下手 更让村子里每个人都难以接受的是 小恩还是个阴阳眼 她老喜欢说自己哪天又见到鬼了 而且还将那鬼的样子描述得详细逼真 经常吓得村子里其他的小朋友哭鼻子 所以每次小恩路过村口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都要朝她扔石头 然后嘴里还大骂道 扔死你这个小结巴 我 我 我不是 小 小结巴 小恩淒淒爱爱地回答道 可是每次她这么一开口 便会将自己这一语生俱来的生理缺陷暴露无遗 哈哈 你不是小结巴 那你是小鸡巴 孩子们又嘲笑她说 我 我不是 小 小鸡巴 小恩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 总是又会引起其他孩子们的一阵冷嘲热讽 不过 说心里话 小恩对这些孩子们以及村里的大人们 甚至他那三番两次想要害死他的爹 都不会记恨在心的 她是个寂寞的孩子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便越是渴望得到世间的温情 她多么希望能够做点什么 让村民们消除对自己的偏见 给她一点点关爱和呵护啊 是的 哪怕一点点 小恩也会心满意足了 这可惜小恩心里这个简单的心愿 也一直没有得到过满足 大家仍然对她成见很深 没有小朋友愿意跟她做朋友 也没有大人逗她玩一会 包括她爹娘 也非常明显地偏心到了她弟弟一边 小恩唯一值得信赖的伙伴就是一条小狗 小恩把她取名叫默默 因为小狗虽然不会说话 但她却像一位默默守候在自己身边的朋友 倾听自己诉说 陪伴自己度过那些孤独岁月 每次遇到什么委屈或者不开心的时候 小恩都会将默默抱在怀里 然后将自己的心里话说给她听 每次说完后 小恩都要在默默的耳边问一句 默默 我说这么多 你都听懂了吗 汪汪默默每次都会朝自己叫喊几声 然后轻微地点点头 表示她已经听懂了 默默 你真的听懂了吗 小恩又一次追问道 你可千万别骗我啊 小恩我已经够可怜了 我就剩下你一个值得托付的朋友了 汪汪默默再次叫喊几声 表示自己又听懂了 最近几个月来 村子里经常发生怪事 具体说来 就是每到没有月亮的夜里 都经常有小孩子莫名其妙地失踪 失踪后便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失踪的 但却一直有封言说 这些孩子是被鬼怪所吃掉的 因为小恩家所居住的这一带 正是一个大坟场 附近好几个乡镇里死了人 都会把尸体掩埋在这里 每到天黑的时候 许多村民都不怎么赶走夜路 因为那坟地里悠悠的鬼火 确实是很吓人的 可是 村民们心里还有个疑问 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孩子失踪呢 难道最近几个月才开始闹鬼的 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吧 对了 一个自认为聪明的妇女大叫一声道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什么原因啊 村民们自然要这样问她 所有的原因都出在那个小结巴小恩身上 那妇女斩钉截铁地说道 除此之外 再不会有其他原因了 哦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村民们又问道 你的理由何在 大家想想啊 那妇女又说 小恩今年多大了啊 九岁啊 村民们回答说 这又有什么不对劲吗 这就对了 那妇女说道 我听说啊 有些人身子弱 阴气重 很容易招惹上野鬼的 这小恩多半就属于这种人 那跟他今年九岁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 那种人也不是年年都容易惹鬼的 那妇女说 具体说来呢 是当男子每到八岁 十六岁 二十四岁 女子每到七岁 十四岁 二十一岁的时候 是最容易惹鬼上身的 还有这样的说法啊 有啊 对了 我忽然想起了 那妇女像是个教母一般 比划道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村子里第一个失踪的小乐 是哪一天不见的吗 好像是三月份的时候吧 有人回答说 小乐那天夜里跟着他爹去红薯地 本来还好好的跟在后面 可一到山坡上 当他爹一回头 却发现这孩子不见了 是三月初七 那妇女说道 那天夜里没有月光 而且还恰好是那小结巴小恩的生日 对 是三月初七 有人记起来了 对对对 那天还果然是小恩的八岁生日 这小子吵着闹着要他娘煮鸡蛋给他吃 但他娘却给了他一个耳光 这小子就端着饭碗跑到我家窗子下哭了起来 那天没有月光天黑的早 所以我们一家人都睡着了 一听见那小结巴哭 我们都以为是鬼在叫呢 还真有这么巧 有人嘖嘖称其道 这应该仅仅只是巧合吧 还巧合 这也太巧了吧 那妇女说 我看着不像是偶然的 一定是那小结巴身上不甘不尽 所以鬼才来找他的 可是 既然鬼找的是他 又有人提出质疑说 那为什么他还活得好好的 别的孩子却被鬼抓走了呢 这也不奇怪啊 那妇女说 那小结巴不是个阴阳眼吗 那鬼来找他的时候 他可以提前躲起来啊 而其他孩子们可就没那等能耐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被鬼叼走呢 还不是因为那鬼一直没找到他 所以才不断地报复村里的其他孩子 好像分析的很有道理 旁人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总不能让孩子们都让鬼叼走吧 现在整个村子里都人人紫薇了 谁都不敢让自己的孩子晚上一个人睡 特别是没有月光的夜里 就是啊 又有人这么说道 像我就天天抱着我家那娃睡觉 弄得我家男人想跟我干那种事情都干不了了 是的 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总得想个法子才对 一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也跑过来凑热闹 办法自然是有的 那率先作用的妇女说道 而且非常简单 那是什么 人们纷纷问道 直接就把小结巴杀了 妇女手上又做了个杀头的动作 把小结巴杀了不就没事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因她而起吗 这样不太好吧 有人提出来说 毕竟人家再怎么样也是调人命啊 再说了 我们现在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事情确实因她而起吗 现在不还只是我们的猜测吗 可是 她不死 会有更多的孩子因她而死的 那妇女又说道 至于证据吗 这么多的巧合就是证据 或许我们就这么将她杀了 可能会是冤枉的 但至少也得试试啊 万一她死后 剩下的孩子们就不失踪了呢 万一不灵呢 那提出异议的人又质问道 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万一不灵 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就算不灵也没关系啊 那妇女说 不就损失了一个小结巴吗 她死了也算得上陪了夫人 更何况那小结巴又没人疼没人爱的 她爹娘都不喜欢她 我们把她杀了 说不定还是成全她呢 下辈子保管投个好胎 经过这妇女最后这习话一说 那些原本还站在她一边的围观群众 现在都一个个改变了念头 他们都说道 你这婆娘怎么这么心狠手辣呢 我们也不喜欢那小结巴 但人家小恩好歹也是条命吧 依我们看 这事还是继续观察观察再说吧 一群人终于渐渐走散了 这一天小恩牵着默默在村子里转悠 忽然 一个比他大了三四岁的男孩站了出来 大鹤一声道 站住 小结巴 那男孩叫玉米 已经进入了青春发育期 个头比小恩高出一大截 而且肌肉非常发达 平日里喜欢欺负别家的孩子 整个村里的小孩都害怕他 十 什么事啊 小恩连村里最小的孩子都害怕 自然更是不敢得罪玉米 这狗是你的吧 那玉米神气活现地问道 是 是 是我的 小恩回答道 这狗还不错 玉米看来看说道 不过你这人吗 还真不咋的 我真替这条狗感到可惜啊 你 你 你想怎么样 小恩忽然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劲 立刻将默默紧紧抱住了 嘿嘿 你问我想怎么样 玉米鬼笑一声道 看来你还真是个傻子啊 我的意思不是已经够明白了吗 你这条狗跟着你太委屈它了 这样的好狗应该找个我这样的主人啊 要不 小街吧 你做过顺水人情 把它送给我了吧 以后我们村子里若是谁敢欺负你 你跟我说一句就可以 我保证搞定它 说完后 那玉米便不管小恩答不答应 伸出手过来抢默默了 不行 你快放手 默默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小恩怎么会容许别人抢走它呢 于是小恩赶紧用手护住小恩 不让玉米抢去 但玉米力气比自己大得多 很快就将小恩掀翻在地了 然后顺势将默默抱在了自己怀里 飞一般地跑去了 默默 默默 小恩立刻跟随着追赶了过去 玉米 你快放开默默 你把默默还给我 默默确实是条好狗 玉米看见后也非常喜欢 他一把夺过后走了几步 发现小恩已经追不上自己了 于是便停了下来 小狗 你真乖啊 玉米也想逗他玩几下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我们挺有缘的 只可惜我不喜欢那傻结巴叫你什么默默 要不这样吧 我不是叫玉米吗 那我就叫你番薯吧 汪汪 默默尖叫了几声 玉米还以为默默这是在欢迎他呢 于是他便又伸出手去摸了摸默默的鼻子 但不料默默却也是条重感情的一狗 他狠狠地在玉米的指头上咬了一口 疼得玉米哇哇直叫 你这臭狗 玉米一把将默默摔倒在了地上 然后又从口袋里抽出刀子来 一把刺向了默默 默默 默默 小恩看见默默身上中了刀子 立刻又奔了过去 但当他赶到默默身边的时候 默默已经断气了 玉米 你 你 小恩心里恨死了玉米 但又知道自己打不过他 所以只能过过嘴瘾 你居然杀死了默默 我诅咒你今天夜里会被鬼吃掉 好好 杀死一只小狗而已吗 我还没杀你呢 玉米却并不把这事太放在心上 好啊 那就看看你的诅咒有没有灵了 我还正想看看鬼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明天我没有被鬼吃了 那我可就要过来找你麻烦了 说完后 玉米便在小恩身上踢了几脚后离去了 默默死去后 小恩的心里非常难受 因为这样一来 自己以后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了 这漫漫长夜该如何熬过呢 这天夜里 小恩又回忆起自己和默默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 不禁潸然泪下了起来 这对她来说 也确实是件很难过的事情 小恩跟默默之间的关系 可比跟她父母好多了 这一个晚上 默默彻夜没有睡着 因为她老在脑子里一遍遍回想起默默 今晚又没有月光 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村子里又会有一个小孩失踪 乃至被野鬼吃掉吗 小恩心里暗问道 第二天起床后 小恩忽然听到一个让她非常震惊的消息 玉米昨天夜里果然就离奇失踪了 还真的就验证了小恩的那句诅咒 也正是这句诅咒 为小恩带了了天大的麻烦 小恩那句话本来也是无心之言 其实她还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只是当时玉米欺人太甚 她才在情急之下说了那句话 但她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玉米这小子果真说走就走了 这真是太奇怪了 因为当时恰好有路过的村民 听见了小恩诅咒玉米的话 再加上那个长蛇妇又在村里煽风点火 说近期以来这些孩子们的失踪 就是小恩惹的祸 是她招来的鬼魂 不然玉米怎么就会失踪了呢 经过她这么一说 那些原先还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人们 也一个个点头相信了 这也由不得他们不信了 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 在长蛇妇的怂恿下 愚昧的村民们真的决定 把小恩杀了以绝后患 免得以后还会有更多孩子失踪 为了此事 大家还特意征求了一下小恩他爹的意见 小恩他爹表示自己没有异议 因为他也早就看着小恩不顺眼了 只是自己不忍心下手罢了 大家替他杀了小恩 还正好帮了他的大忙 一伙人用绳子将还在睡梦中的小恩绑了起来 然后将他的嘴塞上 免得他叫喊 长蛇妇提议说 把小恩的心挖出来寄鬼 鬼吃了他的心后 就不会再回来找村里其他小孩麻烦了 那长蛇妇还说 光挖出小恩的心还不够 必须得将他的尸体也抛在野外 让鬼知道他真的死了 那样大家才都安心了 尽管挖心的过程有点残酷 但长蛇妇提出的理由都是一套套的 而且说得冠冕堂皇 村子里许多良心未敏的村民居然也听信了 而且还跟过来看热闹了 小恩被塞上嘴巴后 口齿里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个结巴 被带到杀人现场的时候 虽然他自己也预感到了些什么 但却有嘴说不出来 只是手脚上在胡乱地挣扎着 不过他的这种挣扎是徒劳的 因为想要杀他的人是一个村子里的上千口人 哈哈 小结巴 那长蛇妇音笑一声道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姑奶奶我就用这把刀子将你的心挖出来祭鬼 也祭祀一下村子里那些失踪的孩子们 你就等着受死吧 看到长蛇妇手里那把蒸亮的刀子 小恩心里也非常害怕 于是他将求助的目光转向了他那躲在人群中的爹 祈求他爹能够救救自己 但他爹却早已经铁石心肠了 一个被转身后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或许他爹也忘了 长蛇妇自称是小恩的姑奶奶 其实也是在间接地占他的便宜 别再啰嗦了 赶紧动手吧 有围观者对长蛇妇说道 好 现在我就将小结巴的心挖出来 看看到底是不是红色的 呵呵呵 长蛇妇走进了小恩 并且将刀子高高举起 想要结果了小恩的性命 小恩已经彻底闭上了眼睛 因为他知道这刀子刺进自己心脏的刹那 肯定是非常痛苦的 他不想亲眼目睹这一刻 他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唯一的希望就是长蛇妇可以一刀刺中要害部位 千万别有什么拖沓多余的动作 慢 就在小恩一一息息都快要看见天堂的屋顶的时候 忽然一个声音叫了起来 长蛇妇连忙将手里的刀子放下 原来是村子里的族长赶了过来 族长 这个小结巴活该杀死 长蛇妇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动手呢 先放了他 族长说道 他还有用 族长 为什么放了他 长蛇妇说道 这个小结巴能有什么用呢 他只能把鬼引到村子里 让更多的孩子失踪 我相信孩子们失踪是被鬼吃了 但那鬼未必是小恩引来的 族长分析说 恰好他不是阴阳眼可以看见鬼吗 以后我们就让他每到没有月亮的晚上就守在村口 如果发现鬼来了 就叫他大声叫喊 好让村里的年轻人过去打鬼 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族长的提议得到了村子里大部分人的赞同 长蛇妇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得骂骂咧咧着信信离去了 族 族长 谢 谢谢你 小恩刚被松开嘴 便跪在地上磕头说 我 我以后一 一定把 把这是做 做好 不 不让鬼 鬼进来抓小孩 好好好 我相信你 族长面带微笑说道 小恩啊 以后你就白天睡觉 晚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发现鬼就大声叫起来 好吗 好 好的 没 没问题 小恩答应了下来 族长走后 小恩瞥了他爹一眼 他爹显然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 脖子一扭就气走了 这一天夜里恰好就没有月光 这也就自然成了小恩工作的第一个晚上 尽管小恩也是个胆小的孩子 外面黑乎乎的一片 他的心里也非常害怕 可是小恩是个诚实的孩子 他认为既然答应了族长的事情 就一定要兑现 那天夜里非常寒冷 而且小恩也很困顿了 但他却丝毫不敢打顿 眼睛一直睁得大大的 有时候实在想睡觉的时候 他就用一根随身鞋带的大头针尖刺自己 直到刺的大腿上全是血泡 虽然村民们都早已经熟睡了 也没有谁过来监督他 但一想起村子里那些失踪的孩子们 小恩就觉得自己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他觉得自己是在负责保卫整个村子的安全 他为此感到非常光荣 因为他终于可以为村子里做点什么了 或许这件事情做好后 大家对他的看法也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就算这些失踪的孩子们都欺负过他 但小恩现在一点都不恨他们了 相反 他心里还很为这些孩子们的爹娘难过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村子口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看来今天鬼是不是来了吧 小恩打算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回到家好好睡个觉 等到天黑的时候再过来守候 忽然 就在小恩打算往回走的时候 他的耳边忽然听到嗷嗷几声奇怪的叫喊 小恩不禁地停下来脚步 十 什么声 声音 小恩心里也很怕 但还是提着胆子叫了一声 嗷嗷那怪物没有回答 依旧这样怪叫着 你 你 你是鬼 鬼吗 小恩又问了一句 嗷嗷那怪物再次嚎叫道 你 你 你别过来 你 你过来我 我就要叫人了 但小恩的话还没说完 那怪物便自己冒了出来 而且一跃而起 飞到了小恩的头顶 啊啊啊啊啊 小恩吓得脸色苍白 使出全身力气大声哭叫了起来 小结巴 什么声音 有几个早已经睡醒的村民耳朵尖 听见了小恩的叫声 于是问道 是不是鬼来了 其实这时候小恩已经看清楚了这个怪物是什么 那根本就不是个鬼 只是一只长相凶煞的山猫罢了 但村民们听见他的叫喊后 便各自带着工具和武器赶了过来 小结巴 你是发现鬼了吗 村民们还没有赶到小恩面前 便在远处大声问道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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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恩吓怕了 于是说道 别担心 我们这就过来了 村民们赶到小恩面前 失望的发现并没有鬼 小结巴 你说的鬼在哪里呢 村民们气愤地问道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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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怪呢 小恩总算是把这句话给说完整了 这本不该责怪他 因为他也想把话一次性说完 但谁叫他天生就是个小结巴呢 都快被这小结巴给气死了 村民们恨恨地说道 他居然还学会撒谎了 啪啪 有人光嘴上骂骂还感觉不过瘾 非得在小恩脸上扇几个耳光才算解恨 这一天夜里村子里没有小孩再失踪 但村民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庆幸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小恩骗了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小恩骗了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们一个个都是智力正常的人 居然被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小结巴骗了 心里想想都不平衡 有人说 以后再也不要轻易相信那小结巴的话了 他知道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他 所以才故意骗我们的 他这是在报复我们 对 以后顶多再相信他一次 也有人这样说道 如果他在撒谎 我们就 不要相信他了 说明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那就还是按照长舌妇所说的 把他的心挖出来记轨吧 小恩的诚实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这让他非常委屈 不过他决定以后 一定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 不会再辜负大家了 五天后 又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里 小恩又洗漱好了来到了村子口 因为这次白天睡得充足 小恩夜里精神非常好 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 都紧紧盯住了村口 通往村子里的小道上 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小细节 因为他觉得自己 必须做出点成绩 来弥补对乡亲们的愧疚 前半夜依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连只刻意老鼠都没有发现 一切都在正常中安稳度过 但小恩依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反而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注意力高度集中地盯着路口小到处 忽然 小恩发现一道黑色的影子 在幽暗中呼善而过 那是一道雷兽而飘忽的影子 一道会移动 甚至还会发出零碎低响声的影子 一定是鬼 小恩心里警惕了起来 但他这回不太敢叫喊得太早 他一定要等到心里很有把握的时候才叫 否则村民们又会骂他爱撒谎了 你 你是 是 谁 小恩战战微微地问了一句 对方没有回答 而是又从一个方向移动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这让小恩心里的恐惧感从生 而且小恩还发现 那怪物有着一双很吓人的眼睛 他那双眼睛甚至还会发光 小恩记得他那刚死去不久的爷爷曾经告诉过他说 晚上遇见眼睛发光的东西可一定要小心点 因为那很可能就是鬼 小恩心里也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个鬼了 而且那鬼的眼睛还直勾勾地盯望着自己 对 一定是那鬼发现了自己 想想办法支开自己 然后进去村里吃小孩 一定是这样的 小恩认为现在可以大声说出来告诉村民们了 于是 小恩又扯开嗓子叫了起来 有鬼 鬼 鬼 鬼来了 听到小恩的叫喊后 一些躲在被子里睡大觉的人们也懒得起来了 因为他们上次被小恩骗过 今天多半又是在胡说八道吧 但还是有几个觉得应该再相信小恩一次 说不定人家这回是真的发现鬼了呢 于是这几个村民穿好衣服收拾好工具后 就奔往村口了 当小恩大声叫喊出来后 他便后悔了 他真是后悔莫及了 因为他立刻又发现了 那道黑色的影子根本就不是什么鬼 而是默默 是他的爱犬默默 原来是默默回来看自己了 默默本来就是只黑色毛发的小犬 眼睛里也经常焕发出蓝色光芒 再加上是在大夜里出现 怪不得那道影子看起来会像是个鬼了 默默 小恩跑了过去 一把紧紧地抱住默默 泪流满面地说道 默默 你 你怎么过 过来了 呢 你 你不是 已经 被 被那玉米 杀死 死了吗 汪汪 默默不会说话 但他会用汪汪的叫声来表达自己对主人的深情厚意 小恩发现默默也流泪了 这让他更加伤心欲绝了 苟由如此 人何以堪 默默生前可是自己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啊 不 他和默默之间的感情 早已经超越了友情的界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默默就是另一个自己 默默离去的时候 小恩比自己死了还要难过 一定是上天知道自己想念默默 所以才让他复活回来陪自己的 小恩心想 一定是自己的真心打动了上仓 只可惜他还是叫得太早了 有几个村民已经拿着锄头镰刀木棍 高举着火把赶了过来 小结巴 你说鬼在哪里呢 村民们急切地问道 他们还想早点把鬼赶走回去 睡个回笼觉呢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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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来 小恩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然后手里紧紧地抱住了默默 生怕村民们会把默默错当成了鬼 他这不抱还不打紧 一抱起来反而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 小恩 你手里抱着的是什么 村民们问道 这该不会就是那个鬼吧 不 他 他 不 不是鬼 小恩说道 他 他是默默 是我 我的爱狗 你还说他不是鬼 村民们说道 你那个叫默默的狗不是早就死了吗 现在怎么又复活了 这不是鬼上身了吗 对啊 又有村民说 不行 我们必须杀死你这条鬼狗 免得害死更多的小孩子 对 村里那些小孩子的失踪 一定跟你这条狗有关系 是他把孩子们吃掉的 还有村民这么认为 我们现在就要杀了这只鬼狗 你 你们 不 不可以这样 小恩心里急了 孩子们的死 死 跟默默 没 没有关系 在 在默默死 死去之前 就 就已经有 有好多个 个孩子死去了 就算以前死去的孩子 跟他没关系吧 村民们又说 但他今天无缘无故 又复活了过来 我们总不能做事不管吧 伙计们 快点把这死狗夺过来 用锄头砸死他 不 不行 小恩极力想保护好怀里的默默 但无奈村民们人多势众 又一个个都是大人 小恩寡不敌众 默默终于还是被他们抢走了 汪汪 在被锄头砸死前 默默又哀声叫喊了几句 看得出来他心里有多么痛苦 也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留恋 默默好不容易重新回到了世上 却不到一个时辰又被村民们砸死了 小恩心里伤痛到了极点 村民们那锄头一下下就跟砸在他自己心上一样 不 比砸在他自己心上还要难受 将默默砸死后 村民们还是不肯放过小恩 因为他们觉得小恩又一次欺骗了他们的感情 而且他们还认为 既然小恩没有把他的本职工作做好 没有把鬼给找出来 那他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还不如听从长蛇妇的 将他的心挖出来记鬼算了 于是 大家又趁小恩白天熟睡的时候 将他从被窝里拎了出来 嘴里塞满马粪后 准备将他的心挖出来 这回依旧是由长蛇妇亲自操刀 长蛇妇对此非常得意 他料想这回小恩是死定了 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小恩也伸长着脖子等待死神的召唤 如果说 第一次被乡妾们绑起来的时候 他还觉得有些委屈的话 这一回他心里也认为自己是自作自受 因为他欺骗了大家两次 连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而且现在连默默也彻底离开了自己 不可能再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了 他也就再没有任何活在世上的意义和必要了 当他又一次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时候 忽然又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慢 长蛇妇手上的刀子再一次放了下来 毫无疑问 又是组长走了过来 我说组长啊 长蛇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了起来 上回你要放了这小结吧 我还可以理解 可是 他现在连剩下的那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我们还留着他干什么啊 这不浪费他爹家里的粮食吗 你看他爹每年忙活着也不容易的 多留点粮食让他弟弟长身体 这该多好啊 要不我们就再相信他一次吧 组长替小恩求情说 如果这一次他还不灵验 那你们再动手也不迟 到时候我保证不会横加阻拦了 那好 好吧 长蛇妇又有点松口了 毕竟组长的话在村子里还是很有分量的 不过我可说好了哦 我们顶多只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了 如果下次他还胡说八道的话 我想乡妾们都不会答应的 大家说是不是 说完后 长蛇妇便将殷切的目光注视到了乡妾们身上 意思是希望得到他们山呼海啸般的呼应 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 乡妾们果然相当配合地回答道 是 只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长蛇妇诡异地笑了笑后 才离去了 祖 祖长大人 谢谢 你 你又救 救了我 小恩知道自己这条命又是祖长捡回来的 我 我以后一定 好好好干 不 不让你 你失望 哎 你上回也是这么说的 祖长将他扶了起来说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吧 不过这真的是最好一次机会了哦 小恩这回决定要真正做出点成绩 不再让一直对自己信任有加的祖长失望了 恰好这天夜里又没有月亮 小恩整理好行装就出发了 这一天的天气更冷了 小恩的脚下动得直打颤 但他还是不敢丝毫疏忽大意 在自己手上喝了几口暖气后 又精神高度集中了起来 夜色已经很深很深了 村民们都已经进入了梦想 小恩心想 那我就好好把这工作做好 让乡亲们睡个平安的好觉吧 呼呼忽然前面草丛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小恩分不清到底是风洞还是真有鬼 所以他再也不敢随便乱开口 免得乡亲们又怪他 这回又是在搞砸了 他这条小命可就不保了 所以千万不能疏忽大意 小恩决定先观察观察后再说 呼呼 草丛里又有了动静 这回小恩没有感觉到有风吹到自己脸上 所以他敢肯定那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小孩 你别站在这里了 你这样会影响我进村的 一个低沉声音从草丛里冒了出来说道 你若是再不走 我可就要吃了你 小恩吓得跳了起来 草丛里居然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对 他没有听错 而且那声音还说 自己再不走 他就要过来吃了自己 莫非他就是那只鬼 难道村里的孩子们真的是被鬼吃掉的 你 你真的是鬼 鬼吗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疑惑 但小恩这回可不敢随便乱说了 他必须得有百分百的把握才敢喊起来 是啊 我就是鬼 那草丛里的声音说道 要不 小孩 我走近让你瞧瞧 说完后 那道长长的影子便果真朝小恩走了过来 渐渐的 渐渐的 那道影子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又近了 更近了 小恩完全看清楚了他的样子 那是一张血脸模糊的脸 脸上的白骨一块块高高突兀出来 他的两只眼睛却深深地凹陷在了肉里 牙齿上还带着血腥的残味 所有的特征都符合死去的爷爷跟自己说过的鬼的特征 对 这回是毫无疑问了 这绝对是一只鬼 一只千真万确 货真价实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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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真的来了 小恩 小恩竭尽全是力气大叫了起来 企图引起村民们的注意 让他们拿着工具和武器过来救自己 但村民们却没有过来 他们都一个个窝在被子里迷迷糊糊地说道 算了 这次懒得起来了 估计又是那小结巴在耍我们的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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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来了 小恩又提高了嗓门大叫道 但还是没有任何人起来走向村子口 嘿嘿 小孩 你叫了也是白搭 那鬼笑了笑说 你都欺骗他们两回了 他们肯定不会再相信你了 对不起 我今天必须把你吃掉 因为你每天夜里都守在村子口 实在是太妨碍我做事了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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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来了 小恩还想做最后一次尝试 企图引起村民们的注意 但村里的男人们还是没有理睬他 大家翻了个身子后 又倒头睡下了 小恩知道自己这次注定 要成为这夜鬼的口粮了 幸亏如今他在这个世上 也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事情了 唯一让他放不下的是 自己死后 这夜鬼一定还不会放过自己的村庄 他一定还会过来吃村子里的小孩 包括自己的弟弟也有可能会被他吃掉 虽然他爹娘对弟弟要比对自己好过万千倍 但他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小恩还是希望他好好活着 不希望他被鬼吃掉 小孩 我看你挺可怜的 那鬼对小恩说道 不知道你在这最后时刻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要你说出来 我一定尽量满足你 不过我可说好了哦 只能满足一个 多了就不行 我也赶时间 恩 你 你让我 好 好好好想想 小恩忽然想了起来 而且当他这个点子在他脑海里划过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 小恩一辈子被人认为是个傻子 但他觉得自己在临死前总算是聪明了一回 这真是太难得了 于是 他对那夜鬼说道 我只有一个请求 我知道被你吃掉的时候肯定是很疼的 我想你允许我在临死前吃磕糖好吗 哈哈 果真是个天真的小孩 我就喜欢吃这种天真的孩子 那鬼笑了笑说 好吧 我答应你 你肚子里吃了糖 我将你吞下后也好厌一点 于是 小恩解开衣囊 将藏在里面的一颗老鼠药吞了下去 那颗老鼠药吞下后 夜鬼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便一口将小恩也吃到了嘴里 但没过多久 那夜鬼便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他吞下小恩后 便感觉肚子里很不舒服 他本想赶紧呕吐出来 但不料那老鼠药里有黏性 居然贴在胃壁里怎么也呕吐不出 那不是一颗普通的老鼠药 那颗老鼠药吃下去以后 又让小恩自己连同那只鬼的肉体 都在迅速间化为虚有 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 村民们根本没有发现夜鬼的尸体 他们自然更不可能发现小恩的尸体了 小恩死了 他是为村民们死去的 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有夜鬼过来村子里吃小孩了 也不会有谁家的孩子无缘无故失踪了 但冷漠的村民们却不知道这一切 他们还会围成一圈议论着说 这小街吧 昨天夜里肯定又骗我们了 对了 现在他人呢 估计是害怕我们责怪他又撒谎 逃到别的村子里去了吧 不过他走了也好 天天看着这样一个傻子在眼前走来走去 心里真不是滋味 真是想不到啊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聪明的人 却居然被一个弱智低能儿连续骗了两次 第三次也差点就上当了 哈哈哈哈 幸亏昨天夜里我没有起来 感谢观看